你知道九品芝麻官里最狠毒的人是谁吗 不是武功高强的常威 也不是猥琐奸诈的方唐靖 而是包龙心的父亲包不同 没错 我以前是个贪官 虽然包不同的戏份不多 刚出场几分钟就领了盒饭 但纵观整部影片 有不少线索暗喻了他当年的所作所为 首先在影片开头 包不同一直教导儿子要做的清官 可包龙心的腐败 在线里人人皆知 可他只是口头劝道 连句狠话都没有 可见他很了解儿子的心情 毕竟他以前做官时 也曾这样年少轻狂 后来包龙心被陷害入院 他又拿出半块笔 让包龙心进京告一状 能跟刑部尚书成为生死之交 可见包不同的官职有多大 而他得刑部尚书一块笔 是因为善良嘛 人家不给红包就要了人家的命 这样贪得无厌小肚鸡肠的人 自然不会做慈善 不过是为了多结交一些有能力的人 用一块饼换来一个靠山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多一条退路 甚至还能救自己一命 那半块饼他珍藏了几十年 都长满毛了还是若珍宝 可见他早就预料到会有今天 如此心思缜密颇有心机的人 以前绝对不是个擅长了 其次是包龙星被刑部尚书赶出去时 水师提督说了这样一句话 干脆杀了算 不用 让他们留在京城当乞干 丢一丢他爹包不同的猎人 由此可以看出 水师提督是非常恨包不同的 最起码当年包不同的官位在他之上 并且形势很不官位很大 压得他翻不了身 到了后面三思会审时 包龙星想用前朝的上方宝剑卡的常威 结果引起重臣怀疑 要给他扣个反清复明的帽子 其实这里表现得很隐晦 当得知这是前朝上方宝剑时 李公公的反应比较远近 说明他早就知道这件事 可即便现在包夹倒了 李公公也没拿这个把柄追究包夹 反而被包龙星一个哈哈就敷衍过去 这则证明上方宝剑不是私藏的 更不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甚至就连皇室都人尽皆知 那么能拥有明朝宝剑 又能在清朝做官 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才能被两代帝王重用呢 想来从古至今都没几个人有此待遇 最狠的还是这个 就因为我做多了缺德事 所以你十二个哥哥 没有一个养的活的 包不通因为做的坏事太多 延伸十二个儿子全都夭折 后来还是将全部家产拿去做慈善 才保住包龙星的小命 反观常威这种无法无天的大反派 轻轻松松就能抱上儿子 可见包不通做过的事 比他更坏更多 再看包龙星 就连一两银子都要谈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包龙星的腐败 无疑是继承了老爹的优良基因 一个不学无数没有本事的儿子 尚且如此 可见敢想敢作奸 炸狠毒的包不通有多过分 九品芝麻官里最贱的人 绝对非他莫属 以至于每当有人叫我打他 这个人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眼前 哎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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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跳出来了 打我 笨蛋 影片中的方唐靖 是一个文涛才略满腹五斤 却又阴险狡诈的小人 自然没有人愿意出演 王金卫给这个角色找演员 当初可是找遍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无论大咖还是新人 他足足面见了上百人 可这些人演黑老大还行 就是缺少那种斯文败类的气质 直到有一次王金在餐馆吃饭时 无意间看到电视上播放的流氓大哼 而吴启华那股斯文狡诈的性格 正是他想要的 然而当王金打去电话后 吴启华却婉言拒绝了 只因他演了太多坏人名誉受损太大 现在只想演正面人物挽回一点形象 一般人听到这话 肯定不再好意思找他 可王金偏偏是脸皮厚的那种 尤其他认定的演员 无论用尽什么手段都要拉来 王金灵机一动 告诉吴启华影片里 有他跟周星驰对骂的场面 只要他能来 就可以随便发挥骂周星驰的狗血领头 吴启华一听这话 立马就打得到了剧组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虽然他可以骂周星驰 可受剧本限制 到了后半段时几乎都是在挨骂 还是不能缓口的那种 这还没有完 因为方唐静是个文人 所以即便是骂戏 台词也非常多 据某位不知名人士透露 每次开拍前一天 吴启华都会把自己 关在屋里使进给台词 这种敬业精神固然可佳 奈何偏偏遇上周星驰这个大怨种 要知道周星驰拍戏的风格 在娱乐圈可是臭名昭著 无论他是不是导演 都会为了精益求精 随时修改剧本 甚至连对手的台词也不方便 这就导致整个电影拍下来 喊他次数最多的成为周星驰 而在后面他跟吴启华对骂时 就把原剧本全部推翻 这可把吴启华气坏了 自己的台词背了几天经验 说不用就不用了 这不是逗我玩吗 于是整个过程中 他都保持着一个怨念 这反倒让他正式开拍时 江方唐静对包容心的痛恨 与鄙视展现的淋漓尽致 大 大什么大 我叫大人哪 人什么人 大人做的不对哦 叫个叫 非常叫 叫就叫 你叫我不叫 你不叫我怎么叫我叫你啊 大人叫你贱人可以 你贱人叫我就不行 看我堂堂一面举人 你敢叫我贱人 我要告上朝廷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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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周星驰的修改 才提升了这一段的喜剧效果 方唐静也凭此一战 让魅帝观众都认识了他 只不过美美人们提起他 最先想到的是 找打第一人的称号 周星驰到底有多喜欢 临时修改剧门 静一众让配角都怨恨他 虽然 九品芝麻官的导演是王晶 可操心最多的是周星驰 为了让剧情更搞笑更有内涵 每次正拍着拍着他就突然喊他 然后埋头修改剧本 这整的王晶反倒成了板神 说到这一点 还是吴启华感受最深 每次他好不容易背完几页纸的台词 只因周星驰感的剧本 就要重新背新台词 当天就给你剧本 背背背背背 背完就导演到了 导演一看 哎呀不行改 我又重新背 背完就新爷才到 新爷不如见 你又重新背 每天都要重新背 背背背背很多 这还不算什么 最惨的还要数饰演皇上的黄一山 他是周星驰旁起来的 自然十分尊重周星驰 所以每次拍摄 都会主动按照周星驰修改过的剧本 但悲惨的是 周星驰改剧本从来不跟导演提前沟通 致使黄一山经常做背锅侠 比如拍那场玉花园的戏份时 周星驰拿着剧本论黄一山 这剧情写得怎么样 黄一山一看是王晶的自己 便一顿夸赞 可周星驰觉得这样不太好 非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演 然而等开机后 黄一山刚说第一句台词 就发生下面了这种情况 黄一山心里有苦说不出 只能寻求周星驰的帮助 怎料好 星驰就在我这边 我这个时候看着星驰的眼神 从这里 跳到那里 还看着天呢 我就知道 星驰不撑我了 那怎么办呢 就自己认怂了 后来还是黄一山认怂道歉 这时才告一段落 好家会一部戏两个指挥的人 还是意见有分歧的那个 星驰改剧本倒是开心了 血害的黄一山差点被骂到自立 同样被整崩溃的还有怨穷丹 他饰演的三姑是个吵架很厉害的人 周星驰就亲自给他设计了一大段 类似绕口令的台词 可怨穷丹连续N剧好几次 迟迟通过不了 最后还是星夜建议他 拍摄时先念数字 等拍完后再配音 果然这个办法很好做 一条就过去了 不过怨穷丹从那以后就被周星持有了音乐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跟他合作 怨穷丹也是老戏股 无论演技还是台词功底 都是顶尖的那种 可拍戏时被破灭1234 无疑是一种尸辱 现在终于明白 当初包租活为什么追着他打了 我 跑了 你 有种吗你 我叫人 腰力猜了死后 报仇打猎